我有一個心願 希望老天爺聽到 保佑智靈姐姐身體健康 老天爺真的聽到 星期五智靈姐姐沒事 還發生人欲一不器 局盡三寸事業線 真是放十點不斷斷 那麼BIT 似乎沒有受到食物動影響 不過原來老天爺都不是經常聽到我們說話 自己很希望可以 我一直期待都很希望能生一個好字 就是一男一女 然後期待了很多年 希望老天爺真的有聽到這個心願 3B這些東西除了天意之外 其實還有人為因素 一直都有指智靈姐姐和言成玉 有復合的機會 就是要看對方怎麼想的 就是一直都有保持聯絡 不要緊的 智靈姐姐還有一段緋文 就是說她 秘戀大陸工程公司董事長 恩奇親屬洋仁珮 就是這些朋友 我們都保持很好的聯絡 然後後來我交很多朋友關心 那我想說 大家不是叫我要交新朋友嗎 然後交新朋友也不是 我覺得很多時候 可能都給藝人一些空間會是很好 至於還有幾天就是14號 指令姐姐就說情人節在等人約 還說多謝大家給她勇氣 主動約完成動